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 3月23日,这是今天做的第1个节目,现在谈谈海内外的重要新闻 新华社头版头条,是感悟习近平主席俄罗斯自行的历史逻辑 现在习近平这些关于习近平吹捧的报道,一看都是江金泉在写的 都是假大空啊,不过从这个写作的这个文法来看 因为江金泉文笔还是比较老辣的,还是比较邪熟的 为什么这次习近平带这个江金泉,江金泉超兴奋,东张西望,左顾右派 那就是因为心情都是越激动,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他没露面了 以前都是他陪习近平到处走,这次又跟着习近平走啊 估计可能习近平亲自点名,王虎宁对他不太喜欢 回来以后他就发表了这些文章 大块文章啊 因为习近平就喜欢这样嘛 国子大者 通过这虚假的宣传 夸张的 轩然 这个 没有底线的描述 来捧习近平啊 你看今天习近平的所谓的历史逻辑讲了半天 其实在违背历史的逻辑 大家都知道中国和北极熊关系并不好啊 历史上都有很多教训啊 昨天万维网有一篇文章 讲到了 这个 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啊 被俄罗斯 挖坑 这个 搞得很惨啊 历史上有很多次 但是你看这篇文章讲的 这个 马洪 防线的 一样呢 那等于说 老美下一步就打 什么 打印度这张牌了 打这个 这个 西藏牌 这是非常重要 等到下次节目再 回答他 这是很大的题目 那么这篇文章就是回顾这一两天 习近平这篇报道里面啊 没有什么新东西啊 就是关键最后 大家看看他是怎么讲的 他说啊 他也讲到历史潮流的事啊 但是正好相反啊 他也讲到什么历史的潮流啊 这个这个 好好党党啊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历史往前发展 那就是民主法治 恰在在这个问题上 习近平 走的是回头路啊 啊 习近平现在都是讲一套 做一套 和是捆帽到一起啊 这是一条死路 也是要 绝路啊 将来 中国人民有好多人呢 搞不好 要给他这个 赔葬啊 这是个很大的事啊 那么这是第一题先不去讲 啊 就是这虚假的宣传 回来以后嘛 肯定要讲自己做的 做得对 你看这第二题 十年间 习近平主席这样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新华社评论员发表了 一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估计都是 总宣部啊 江金泉 啊 这些人他妈搞的 这个也都是 顺着习近平啊 就来讲到什么一带一路 明明一带一路已经搞黄了啊 成了这个 人类病毒共同体了 到处都 全世界是生命狼藉 他继续搞了 就像这个 循环兴趣一样 烂尾了 他讲的还要做得对 你看 他在这个评论当中啊 这个最后啊 还是在讲什么 讲这个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其实共同体现在已经是行不通了 他讲到世界上超过四分三的国家和三十二国级组织参加了共建一带又倡议 一百多个国家和 包括联合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 支持 七十个国家加入了全球发展倡议自由 小组 八十多国家和地区组织对全球安全倡议比方赞赏 等等 那都表明他是世界老大 他世界老大治理的主题就是 就是一个空架的 人类 命运共同体 其实这个是非常孤立的 美国并不认同啊 现在美国 一招二招的牌打的都是非常实在 不像他 就搞这套 都是虚的东西 那么今天海外的这个 万维网发表了德国资争的篇文章 习近平访恶后的世界格局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等一会给大家详细节目 先提要简单说讲一下 说这次不少观察家把习近平描述为舞台上的主演 主要的演员 这个主角 而普京则是一个舞台上微微诺诺的配角 从力量对比看 这个比喻还能理解 但客观上 习曲莫斯科也是摆脱中国自己所处的困境 他说困境是什么呢 一方面 他说他要在极端世界内恢复经济 你看现在经济 一塌糊涂 今天这个 海外的大纪元发表一篇文章 季节 在务即将压垮 从我们城市 你看他是一个是经济问题 这样便宜的大量 能源成了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他经济 要恢复 他需要能源 天然气 石油 而这方面 西方目前不太景气 购买力不强的情况下 俄罗斯开放市场 多的多少能帮助中国解决一些自己商品的出路 还有一个人民币 可以购买 对吧 再者呢 北京 北京如果能得到更多的 俄罗斯军事技术 军事上以前买这些 飞机也是从俄罗斯 而且 假如 今后普京的海军 能在武力解放台湾上 帮他一手 这岂不是一个好事吗 对我自证的片段上讲的 所以 普京和习近平的会面 不仅是因为普京对中国有所需求 而且 习近平对俄罗斯也是如此 就他们两个狼狈为艰 抱团驱难 这次会面后形成了价值 1650亿美元的 80个投资项目 项目包 就是这种相互驱难的一种表现 眼下他们公布的 只能是经济上合作那样 军事肯定有不敢公布 因为公布以后 就给他踢出 SWIP系统了 他现在很担心呢 另外有些事还没挣脱出来 这篇文章接着 从中俄联盟 全球化 和平使者的剧终 台下活动的 台下活动的 召救 密使国际法庭 抛弃乌克兰 等等几个小专题 详细 他的观念 等下个节目 给大家详细讲 现在回到新华社里 要问 第三题 习近平先手 同行 现代化之路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 行动 诸子讲话 单行本出版了 全世界各个文字都有了 习近平要指引全世界的方向 他要当老大 他和俄罗斯坦结盟 可能要拉伊朗 撒特 柬埔寨 北韩 这小伙 围绕着他和美国为首的 西方 民主自由价值观抗衡 轮廓已经出来了 周星国基本上 大体上就这么起格 那么因为现在他搞这套东西 尤其是早上 和俄斯结盟 可能国内 还有一些 党内军队内体制内 包括什么呢 华平党 巨树机器 民主党派 所以 王虎宁仿照 李强 李强是到湖南去考察 抓经济 制造业 现在制造业 世界工厂不行了 是吧 抓制造业 实体经济 真心经济 王虎宁呢 大胡 欺骗民主党派 你看 王虎宁走访各民主党派 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 其中包括是 明显的 忽悠工商联 王虎宁走访民主党派 中央和全国工商联 是强调 要学习西云 新时代 新时代是什么 就是西云的老大 新时代的纲领 刚才讲了 人类民民共同体 就这套东西 发挥新型政党制度 什么新型政党 就是瞎唬唬唬 他是一党独大 独裁 他为了欺骗国际舆 因为现在一百多国家 好多都是民主化了 他现在就是 还想说了算 还想别人认同 所以他就找这几个 划分党出来了 组织他们学习 两个维护 两个意识 四个自信 你搞这种什么 民主党派呢 对不对 这假民主党派 王虎宁在这里吹捧 习近平 意思他和俄罗斯 这个事是对的 你们不要有意见 这其实已经 已经流露出来 可能有些民主党会 对习近平很担心 俄罗斯困难 都担心 尤其是民营企业 下一步 你可能就得 战时经济了 和平年代 他都抢头战时年代 他就 吃起来就变成 让你生产什么人 就什么 你比如说你先搞服装了 要打起来 西服没有用了 全是军装生产 而且没有钱 你一直往里填 对不对 民革中央主席 郑建邦 民盟中央主席 丁东李 民建中央主席 郝明进 等等 就这些人 每次都出来忽悠 工商联是高云龙 叫统一战线 你看 石台峰也参加了 因为石台峰现在是跟他一样 是搞这一套 做这工作 你看下一个 中办国办印发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医疗卫生体系也挺习近平的 下不要打仗了 肯定死人很多 死伤很多 他开始 这个也是 洗脑 我必须多讲了 这条文章还挺长的 洋洋外言 讲话什么 讲到优化 资源配置 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能力的现代化 啊 等等等等 啊 还有加强什么 分工合作 促进 分机 诊所 诊疗 推进体系下 体系整合 因为以前呢 中国的医疗中在大城市 你有病都不到大城市去看 是不是 医疗资源 这个不可 分布里不均匀 不科学啊 两极分法非常厉害 城乡 落差很大 现在要改变 你要打仗的话 你包括一些领导干部都转移乡下 你不能在大城市了 大城市将 这个变得废墟啊 这个未来的前景非常可怕 一旦 这个真正冲突爆发了 习近平成不了40天 所以他现在有一些 预案啊 那么还有两汇精神 继续在忽悠 讲到山西 加工产业转型 因为山西打击腐败 把令许化的老曹这些 对立派 团派全灭了 影响经济 他现在开始振兴 一制造业振兴为重点 快速 这个加快产业转型 啊 你看后面这些啊 都是些虚假宣传 还有什么三星发展 壮大世界工厂的 啊 这个 能力 啊 这个动能政绩 这吹牛 那世界工厂都不在了 美国都把这个 西方都把这个生产链 转移到东南亚去了 包括印度 说 你看美国下一步打印度张牌 麦克马洪这个信 这个牌一打以后 你就想想 打了哪儿吗 现在还健在呢 打了哪儿吗 影响力在西藏多厉害 将来西藏 搞不好独立 搞不好 在西平搞的 我跟你讲吧 你看下一张牌 不是台湾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新时分 啊 出现了 还讲到各个省的 丰江大力 互相串门 啊 串门 这个就河北省这伙人 聂岳峰和这个王正浦 就到天津 为他们到天津 他想到是到上海 不一定能大理他 他们在巴结什么 巴结陈敏尔 是吧 和陈敏尔缓和缓和 这一次很大的看点 等会再讲啊 你看后边这些虚假宣传更多 还有这个 高校毕业生 因为现在你外商分分撤 共产倒闭 民生凋敝 没有 岗位啊 他就忽悠高等职业学校 招生规模 连续四年 抄普通本科 他光招多了 毕业以后就失业 你看见没有 网信部门 执法程序规定 明确一事不二法 这表明什么呢 就是李克强多年讲的什么 讲那个就是 精简机构 这个不要吃拿卡要 叫什么 叫这个 服务 这个放管服务 根本没落实 露的大官手里 大事凯特斯 抓着狠狠罚 那么今天在诋毁美国方面 很多 中国代表在人权理议社会上 坚决回击西方国家 抹黑污蔑 还有外交部敦促美方采取 责任宏观经济政策 这些都是和美国对立的 西云现在已经在讲话当中 把这个敌对幕僚对峰美国了 直接挑战了 挑明了 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很大的变化 中美对抗已经升级了 冷战这个是肯定了 热战有可能 你看这个药文区交里边是 第二届民主全世界人共同价值国际论坛 成功举办 明明没有什么民主 连胡锦涛讲话全都没有 竟然搞这个忽悠 这都是李树里搞的 你看这里讲到了新华社搞了一个 第二届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 中宣部部长李树伟参加讲话 这里讲的是什么民主的道路 现代化道路 民主人类文明多样性 民主全球治理等等 这个是讲人话不败人生 讲得很好听 什么中国人民 有当价做主的权利 广泛的民主权利 参与权利 参与选票又不是选的 谁选习习习 对不对 论坛有中宣部 国务业新闻办 社会中央广电集团 卫视局 中国卫视卫文局 这几个部门承办 宣传现在加大了 讲好中国故事 统治到了末期 只有撒谎骗人 核心价值观启动 白场 第118场 你看这边还整天在忽悠 核心价值观 白场论坛 第118场举办 宣传什么雷凤金是 老百姓让你们 非常愚昧一听话 当罗斯敬 党 你们是一块砖 党叫你往哪搬 往哪搬 又搞掉了 这些东西 毛泽东当年那套 这个活动由 辽宁省委 宣传部 光明网成办 抚顺室宣传部 雷凤纪念 雷凤干部学校 主办 这搞不好 是不是在王晨这里忽悠这个事 觉得很难讲了 现在 习近平需要 是雷凤 教育路 但这些东西已经行不通了 你看后面这些 虚假的宣传很多 2022年我国共有 专职 专任教师 1886万 这里有很多的具体的 一些 报道 这个是讲教育节 那么 义务教育阶段 本课以上的学历 专任教师 比例是 18.2 等等等等 那么这也讲到了 宗祖部 组织部 八个部门 联合启动了乡村 振兴重点 帮扶 教育 组团 工作 等等 因为下一步的确的 加上农村 因为什么要打仗了 习近平还要把 这个找不到工作的 学生们 孩子们 年轻人 整到乡下去 学习梁建和书记 和他当年一样 毛泽东当年也是 先利用红卫兵 把刘少奇干倒了 然后就是开始 上上下下 怕他们在 城市里搞事啊 影响社会稳定 后面这些都是虚假宣传 今天在反腐败方面 抓了很多的对地派官员 尤其是审判 这个辽宁省原副省长郝村勇 这是个女的 这个协判 现在还没判呢 这是李克强下边的第7的 或者是王敏的 打击政敌 竟然在我们大联市 中纪人员法院室里 我一看这个 上面有张照片 今天 疯狂网 发这条消息了 这张照片 显示那个 站在法庭上 那个台子 当年我就站在这 受伤 今天有意思 今天这个 关于这个反腐败方面 今天是 报道特别多 首次披露 三名中央纪委领导 新身份 这是 疯狂网今天配合的 他报道3月22号 全国基检 监察工作 中央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召开一个会议 在这个会议当中看出三个人的身份 一个是 这个 全国基检 检察干嘛 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的 副组长 建办公室主任 是谁呢 孙新阳 孙新阳 是习近平他妈身边的人 这谁都知道 对不对 就海外子媒体早就披露了 习近平的铁哥们 也就是他主导这是抓人 抓人还得需要洗脑教育 领导小组成员 办公室副主任赵世勇 还有成员办公室都导组组长 许洛德 你看到这个 疯狂网这里面介绍的情况 你就知道这是问题很大呀 这是李希 因为李希 现在是抓人的工具 最大就是李希了 他听命习近平 中纪委呀 那么下边这些人 那么具体做事的 就是孙新阳 给大家看孙新阳 这了不得 这是视权派呀 你这种具体抓人是他 洗脑是他 孙新阳 看 这是习近平最重要的 最纵容的概括 讲到这个孙新阳呢 1964年出生 前期在海南省工作 这个历任海南省纪委副书记 万宁市委 纪市委书记 海南市常委秘书长 海南省常委 海口市市委书记 16年10月 孙新阳跨省出任 江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2020年 调中央纪委监察委 驻公安部 既建筑组组长 公安部党员 委员 就抓这些孙立军 福整华调查 他具体操作了 然后202年10月 出现新的职务了 也就现在这个孙新阳 其实掌握着大权 这就证明这个 立建空的西平首领 再看下一个人 这个是 赵世勇 赵世勇前期在四川工作 现在任德阳市委书记 19年跨省到了江苏省委 副省长 组织部部长 那么 现在又变成到这个 赵世勇来到四川 来到这个 就是这个 担任国家 监察委组织部部部长 为什么让他 四川 他了解情况 将来的目标是谁 将来的目标是刘七宝 你就一下就看出来了 刚才这个照片给大家看 赵世勇 赵世勇是这个人 赵世勇 这是赵世勇 很吓人 看这部表情 再看下一个 赵世勇 下一个是 虚洛德 你看就是虚洛德 虚洛德 虚洛德针对谁 虚洛德针对的是 王岐山的底细 你看这个目标多么明确 虚洛德 现任中纪委常委 国家经商委委员 他出生62年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 支付结算司司长 中国银联有限公司 副董 董事长 总裁上海 黄金交易所 当委书记 李市长 中国银行 当委属于副行长 针对江派 主要是 银行系统 国务院也挂边 另外主要是 王岐山 王岐山不是控制银行 证券金融吗 你看 这次目标非常明显 17年 虚洛德任 中纪委 驻海关总署 纪监组 海关总署 当主成员 机构改革后任 中央纪委 中央纪委 国家经商委 海关 总署 这个 纪监组 的组长 那么他是19年到地方的浙江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现在有着这个新的职务 你通过这个看 就知道下一步 他抓人的大方向 我们再来看看 刚才讲了一半 就是辽宁省这个副省长 林克强的嫡妻 抓了以后 正在审判 审判 3月23号 辽宁省大连市 中纪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审理了 郝村荣 一案 给大家看郝村荣 郝村荣 郝村荣现在占这个位置 我老江当年 200 2001年 就在这家收审 现在有意思 沐随欣也在这收审 后来沐随欣是死了 死在 这个就是 原先我家住的 长春路 那个 二院的副首医院 沐随欣死了 死在这个 寄压当中 那么 郝村荣呢 中共 太子 辽阳市 太子河区委副书记 太子河区区厂 区长 辽阳市委常委 辽宁市政府副省长 朝阳市委副书记 辽宁市旅游区区长 然后是盘景市 市长 后来是辽宁省省长 这个女干部 她的多少 1883 关键她是辽阳的干部 谁的 王政浦的底细 这个 这个案子 这边省那边 王政浦 搞的是 这个这个非常 方政府 躁动不安 你看 今天 疯狂网 还有一条消息 全国两回后 省长书记 频繁跨省串门 沿着串门 人家人 后台硬的 到上海去 或者是到江苏 是吧 拜这个什么 就是 这个 李强的老 的官员 拉着关系 唯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 河北省 有意思啊 你看这篇文章讲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个 这个陈杰宁啊 他们 都到这个江苏安徽浙江 这是16号到18号 17号到18号 北京的引力 副书记英勇 还有这个 人大常委署 李秀 李秀林 啊 盛协主席 魏晓东 到河北天津 啊 去拜访这个 呃 陈敏尔老曹的 这个 一些人员啊 你看 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啊 你看今天就是 风向大力 平凡的走动啊 然后呢 在华南地区啊 3月17号19号 广西 这个代表团 像这个 这个 到这个 广东 这个 海南考察 那么 3月22号 贵州的书记 徐林 啊 省长李秀军 他们这人到广东 广西开展15天的考察 由现在 互相之间 这样的 走动 加强关系 哈 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都躁动 这个不安 这个和 也和经济有关系 因为现在 下一步抓经济 他们之前有些派系的矛盾 互相在协调协调啊 一起什么 把经济抓上来 估计是习近平 这个 发话了哈 刚刚讲了一遍 就是 辽宁省这些腐败问题 都牵扯到什么 牵扯到 王振普 而王振普 又是这个 胡春华的嫡系啊 就是农业农村的口啊 打击腐败今天 针对政敌的 还有 总纪委网站今天报道了 你看 这个建行 深圳分行 资深专员 赵自然 接受调查 这只是 随眼王 王岐山的底下的咨询吧 对吧 王岐山最早不就建行的吗 江西农村信用联社 党委书记英勇 接受调查 孟建柱真有 老槽 你看 再下一个 浮阳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 刘树生 被抓了 安徽的 李克强老槽 你再看广西 广发银行 不是广西 原党委书记 监事长 王贵兹 被抓 这也是 王岐山的底细 西农倒不一定 针对王岐山的 但是把他的底细小兄弟 这些 知识慢慢 都彻底给你切断 让你成 让你成一个人光杆私利 这样就不能挑战 他的权力了 这西农 全数确实厉害 大家知道防止什么 防止下一步 他的权力被颠覆 那么今天的这个国际新闻方面 这个今天非常有意思 咱们下个节目上 详细介绍 现在给大家的 点一点就是最重要的 疯狂王今天的报道 梅杰梅耶夫警告德国 因为现在不由100多国家 签署了这个 国际法庭协议吗 是不是 普京要是外访 有可能被抓呀 完了 梅杰梅耶夫警告德国 你要逮捕普京等于宣战 所有 这个 这个俄武器将飞向德国总理办公室 你看这个 非常烈 没见没耶夫 绝对是和 普京打这铁杆 他晃了 因为普京还有 外访 你不可能在家待着 外访 要按照 逮捕令 被抓 这是一个事 你再看 朝鲜局势 更危险 现在 时隔五年 再度重启了大规模 韩美联合军演 起了个名叫自由护盾 结束为期11天的行程 结束了 23号落下帷幕 作为 抗议 挥击 朝鲜昨天发射了4枚讯号导弹 这是中共给的 在朝鲜半岛上 整事 美国是什么 美国现在在印度 要搞事 要在印度搞事 中共就麻烦了 台海有事 印度也有事 中共是伏背受敌 故事都顾不了点头 下一步 麦克马洪防线 就是大事了 等到下个节目 给大家接着接着 美国自印的文章 那么今天还有很多的 这个 中国新闻 非常多 那么等到下一个节目 是以这个 国际新闻为主 比如说 刚才美国自印报导的 美国否认 中国星期四声称的 中国军队赶走了 进入中国临海的美国 导弹 寻触舰的 说法 这个也是个很大的 这个消息 好 谢谢 再见